这晚上就住的这个房间120元 我现在是在那去 今天要接着赶路 往青海方向 我已经做了核酸了 这里8块钱 我今天要去厌食镇321公里 前是要走6小时4分 这地方就离青海交界了 因为做了核酸最好是24小时之内 就不过期 起码看能不能到核酸 哇哇哇 青藏现针 吃鸡下冰雹了 完了完了我先车了 我看到这边有个湖很漂亮 刚一下来就陷到这里了 我倒了一下倒不动 我现在要把市区打开 这里现场就麻烦了 因为那个主路还在那上面 好软 我的人 是这样子的 市区打开 看一下能不能倒出去 完了完了完了 没用 放一下 现在这里了 太软了 市区不行 我看到那里有水坑 我看到那里有水坑我都没有 没想到这里都陷了 这太松了 前轮是这样了 没法动了 轮胎转不动了 就左右都转不动了 往前也开不动了 后面是这样 我得去拦个车 然后拖车绳 把我拽出去 我以后再也不敢这么大胆了 现在还是下午一点多 这线车怎么弄 我用千斤顶顶起来 然后弄上石头 垫在前轮看能不能起来 因为前轮都线下去了 我再上车试一下 实在不行的话 只能用千斤顶想办法了 先把这几个石头拿过去 拖车都不好弄 因为我那个拖车钩还放在废胎家里面 还没弄了 这个不行 怎么都不行 我得求救 我现在要把拖车绳 给我那个拖车钩拿出来 然后姿势摆好了 就去大马路上拦车了 实在不行 这个土太软了 我抱了石头 用千斤顶去打都不行 它一直往下陷 我现在把我的东西腾出来 你看这太稀了 不行 你看这轮胎里面 这个石头 把它剪了 待会就算有人拖 拖我车的话 就把我车给拖坏了 好奇害死猫 你看这人 还好 人不现 我就远看白白的 南方人很少见到这种雪 就兴奋 看嘛 你看 这个好兴奋 这真的好兴奋 先不拖车了 先踩一下 你看 可以踩 还好车没开到这上面来 可以洗一下血 加血 洗一下手 去弄了 弄了要去求救了 这一天垫手完了 我现在一点都不害怕 因为现在还有大白天 好人多 路上肯定能遇到求救的 哇 在这边 要多爽啊 哎呀 这真陷到我了 这下冷死我了 我要拿个拖车勾出来 太不容易了 后面这样子 因为在这个备胎下面 在下面 现在下冰堡了 老天看我不顺眼了 谁叫我那么得胜 他把他准备工作做好 谁来救救我吧 救救我吧 希望我这个拖车绳 可以拖得动我的车 拖车绳有点短 拖不上吧 太短了 会把别人的车也陷进去吧 这么短 这个距离 有没有人愿意来拖我呀 应该这边可以的 这边不会陷车 妈呀 现在我要把东西放进去了 太乱了 就这样了 现在要去马路上 找个好心人帮我拖一下 真是醉了 大家千万千万不要学我 尤其是单人单车的情况下 不要被美景 说 不要被美景疑惑了 看 离大马路还不算远 如果远了就麻烦了 我的车在那里 这一天天的 哎呀 我的天啊 现在我不担心的是车拖不出来 我我担心的是不知道要拦多少辆车 才有人愿意停下来 看看我是不是长了一张善良的脸 看有没有人愿意停下来 不过你们现在都是倒货车啊 刚刚我在那里弄车的时候 还有很多小车越野车的 来了来了 是辆越野大狗 不知道他忙不忙啊 试一下吧 先拍着吧 好愿意 先拍着吧 好愿意 我的车 我的车陷了 可不可以 我的车陷了 下车了 走啊 好在现在 没下冰雹也没下雨 完了 好空旷啊 踩第一辆车拒绝我 无所谓了 别在等吧 拉远一点 看会不会行